哈喽大家好我是冠宇 眼看交易大线即将到来 除了是市场上有一些明摆着肯定会交易的球员 其实本地交易市场上有一些看似可以交易 但如果我们细看球队处境貌似不交易也可以是选项的一些球员 所以就被我单独拎出来做成一部影片来一起讨论讨论 甚至这些球员有可能会是许多球队短板的解答 但因为考虑球队处境或是球员的合约情况 卖家球队存在不卖的动机 或是因此有机会借此台高要价的一些例子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影片吧 那么先来看后场 有一名后场球员的名字 尤其最近开始频繁出现在各大教育传闻之中 那就是爵士队的Colin Saxton 可能没有关注爵士队的球迷会不知道 但他本期实际上能有17.5分2.6 狼板4.5助攻的场均数据 考虑爵士队相对还不算确立的球队体系以及阵容的变动 我觉得能有这样的表现真的极为亮眼 而且我们把Colin Saxton的合约摊开来看 均心1770万老师讲要匹配的难度也不是特别大 按理来说 爵士队现如今由于没有一个确定的核心 甚至连Laurie Markkinen究竟会不一次都不确定 这更多源自于他们依旧没有做出重组还是重建的选择 而这一个决定没能做出来 当然第一个就是当时没有想到得到的Laurie Markkinen 会直接从列子3D打成全明星 另外就是他们所囤积的未来资产即使卖掉了球队前两大球星 Donovan Mitchell和Rudy Gobert 老师讲顶多只能缩给他们一些本钱去开启重建 所以没有一个确定核心的角度出发 只要阵容有任何权打出身价 都应该成为交易台上的筹码来去囤积一些未来资产 或是解放更多的操作路径 一共后续不管是要往重建或是重组的角度出发 都能有操作弹性 Ander Colin Saxton尤其今期被提倡所发以后的表现真的极为出色 这场卷20加5的等级 绝世对期间不仅是赢多数少的18胜师傅 同时还在1月初拉出一波6连胜 不管是场卷得分和足弓 都是全队第二的表现 简单来讲 如此有效率的表现加上得以帮助爵士队营求 实在没有着急卖掉他的理由 尤其合约还有两年前不归的情况下 即使Kionte Josh看起来有可能会是爵士队未来后场的解答之一 就算爵士队有意升级后场也罢 但我反倒觉得这一个交易大线爵士最不应该动到的轮选就是他 那么有点类似的情况就是Malcolm Brogdon 其实我觉得他的部分要连Anthony Simons拉进来一起谈 Malcolm Brogdon的合约包含本级一共还有两年 Anthony Simons则是还有三年 所以目前对于通荒者来讲 可以排除掉的一点是本级交易走他们 其实通荒者不存在时间压力 那么交易Malcolm Brogdon的部分相对好理解 反正就是老将在重建球队有价值 然后刚巧都是季后赛球队所需要的战力属性 因此就是看通荒者愿不愿意买 以及要价是多少而已 不过如果有看前一部影片 我有提过其实这种情况有特例 也就是证明老将是否能帮助特定的核心群人成长 或者年轻群人是否能直接复合这么重的厂商责任 而当我们考虑经托荒者的后场 目前是非常年轻的Squid Henderson Shannon Sharp 以及Anthony Simons 如果把Malcolm Brogdon交易掉 直接就触及刚才提到的两个问题 也就是他们是否能够复合这么重的厂商责任 以及这般年轻后场是否直接少掉了一个 可以帮助他们成长的导师 从这里 大家就能发现到托荒者目前这种配置的问题 那就是后场群人太多了 直接讲结论 我个人觉得托荒者应该在Malcolm Brogdon和Anthony Simons 始终取一个留下 这么说乍一看感觉Anthony Simons比较合适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目前托荒者的后场 Squid Henderson 20岁 Shannon Sharp 21岁 Anthony Simons 25岁 其实年龄上来看有没有大家想象中来的合适 可能有人会说雷霆队的一个和其核心有年龄差距 不过我觉得这是不能直接比较的 雷霆队的一个目前是MVP等级的出源 而核心虽然都有些于需要增强的地方 但都是有一定的挤赞力在 如果托荒者的部分当看Squid Henderson和Shannon Sharp 当然是觉得时间轴能够衔接起来 但如果考虑进后续选书所选进的球员 以及养成现在所需花费的时间 大家就能渐渐感觉到Anthony Simons 貌似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适合托荒者的重建时间轴 也就是说 只要一走Anthony Simons就等同将后场定型在Squid Henderson和Shannon Sharp身上 而且Anthony Simons就算有球迷觉得他的合约是有点小贵 但他其实不算是负资产来卖 比如说 或许本期的魔术队搞不好就会尝试冲一波 有机会回到季后塞之余 最新的传闻来看魔术队是有想要升级后场的动机 魔术队缺乏外线投射应该是公认的事实 而且他们的后场权虽然各个都相当有潜力 但每个都有相当明显的缺点 而Anthony Simons作为拥有全明星潜力的后场 并且兼具持久和无处能力是相当适合这一组 Pauro、Bankaro和France Fogner的核心 比如蛮有可能的一种换法就是魔术出Jonathan Isaac Jet Howard 一张手轮签和一张四轮签来还Anthony Simons 但我相信如果大家是换来有全明星潜力的Anthony Simons 魔术队应该不会嫌麻烦 而且魔术队手上的后场就算是有硬体条件缺陷的Cole Anthony 不至于是太难卖注视了 再不然就是最近有看到的一个方向 Anthony Simons去勇士 不过我是觉得机会不大 因为勇士队的处境反正Stefan Curry Clay Thompson和Ramon Green是不一脉的 投行者相对有兴趣的Andrew Wiggins 勇士队也未必愿移出 等于是说要做到薪资匹配并且勇士队友移出情了 只有Chris Paul而已 但拖荒者肯定不亦享受 而就算我们退一万步讲拖荒者愿意收Chris Paul 但勇士对当初Jordan Poole的交易案就等于是白做了 因为Chris Paul下个赛季的非保障合约 是当初勇士对做Jordan Poole交易时最大的交易动机 等同是勇士对转了一圈 又回到原点的感觉 所以这么论述下来 大家也就能看到为什么Melkin Brockton 甚至Anthony Simons会被纳入这一部影片当中 那么再来 想和大家先讨论的是Boyon Berdanovic 按理来说和Melkin Brockton的状况很类似 在重建球队友市场 应该是要出情的对象 然而Boyon Berdanovic的离开 即使知道应该可以给活赛队换回一张索轮签 但问题他是 活赛队目前为数不多能给 给Kunnihan提供建议帮助的队友 况且活赛队长卷投出了31.1颗三分球 他个人就占了7.4颗 而且下个赛季合约部分保障的情况下 老实讲Boyon Berdanovic留着给重建 终于有众多不确定性的活赛队 会是蛮好的保底操作弹性敌派 虽然他们也不太需要救世了 毕竟都有那么多的薪资空间 而且下个赛季名单上包含Boyon Berdanovic 已经有7名全是有合约的 所以轮替名单是有蛮多空格需要填补 因此 活赛队更合理的做法应该是交易走Alec Burks 留下Boyon Berdanovic 并在下个赛季开始慢慢把他下放到处地 而真让年轻选衔接上来 然后和Boyon Berdanovic有一点类似的 又是Bruce Brown 他的合约下个赛季也是球队有主动权的球队选项 那么针对Bruce Brown的处境有三个情况 第一 就是这个交易大线交易走他 然而个人觉得不太可能的原因是 因为Bruce Brown可攻暴龙队的灵活性实在太多 虽然潜在下架有很多 比如尼克 快艇 国王 雷霆甚至七路人队 但除非有很好的报价 否则他这个交易大线以后应该还会待在暴龙队 但肯定不是长期计划之中 就有点给未来做准备的感觉 像之前我们聊的Steven Adams交易案 那么第二种情况 就是灵性修赛期在操作交易走他 处队选项需要在今年6月29号之前决定是否执行 而这个时间点是接近开启修赛期自由市场 以及刚结束的选手大会 也就是说第二种情况的第一个选择 是将Bruce Brown的薪赛在修赛期去交易 得到可能到手市场有的处心 来搭配Scotty Buns 第二种情况的第二个选择 则是在选手大会以Bruce Brown加上一些选手签 把选手送给网上换 反正Bruce Brown这种万金融型的出院 都一定会有基本的价值在 而且更多处队因为之前交易的选手签 也确定是否兑现 在修赛期才做交易的话 其实暴龙队比较有机会 从中得到多一点的选手签 再不然第三种情况 就是等到24-25赛季 等到他的合约剩下半年的情况下再交易 虽然个人觉得机会不大就是了 然后就是Kal Kuzma 其实这两个赛季Kal Kuzma的表现都不算差 甚至今年都有全明星的呼声 不过大家可以感觉到Kal Kuzma 在市场上的交易串闻闻貌 是没有想象中的多 这是因为巫师队关于他的药价 是药的非常高 其实站在巫师队的角度也能理解 毕竟Kal Kuzma是他们所赏出Billow Kolobali以外 最有价值的筹码了 而Billow Kolobali又是非卖品的情况下 Kal Kuzma等同就是可动情况下 最有价值的资产了 毕竟Taz Jones和约就剩半个赛季 能换的话也就是几张次轮签 Jordan Poo基本是负资产 应该短期内不容易出清 可能Danny Avdea和Corey Kispert 可以算是增资产 但能换来的绝对没有Kal Kuzma多 所以巫师队针对Kal Kuzma的部分 要价有太高 这个很正常 而且巫师队说实话 貌似也没有到一定要卖Kal Kuzma的时候 虽然不能当成监队即使来培养 但Kal Kuzma未来有没有机会达成全民心 这个不是完全不可能吧 也就是说 巫师队现如今不愿意出清Kal Kuzma 是因为Kal Kuzma的身家有机器 去往上走的机会 而巫师队也才刚开始迈入重建 现在没有必要如此着急 把所有可用之兵都卖完 然后把养成资源都丢给Billow Kolobali 而且Billow Kolobali都知道是长期计划新出院 一下子也没有办法复合这么重的厂商责任 所以巫师队的部分 我认为能让他们行动的报价 应该是需要至少两张手轮签 而当我们把于需求和筹码的处队 都拿出来看一下 其实也所剩无几 因此 总从限制下除非巫师队放地要价 虽然也不太可能 否则Kal Kuzma没意外 今年交易大线以后还会是巫师队的一员 好的 那么关于这些具备价值 但是否应该卖掉的好用战力人选 蒸留就这么多了 不知道大家还有哪些看法呢 大家觉得还有哪些权借于可卖和不用买之间呢 欢迎大家留言轻松地要出 让我知道你们的想法 另外喜欢本期影片 也可以订阅YouTube频道 以免错过任何的新影片 也不妨点一下超级感谢支持我 并追踪我的IG 本期影片就这么多了 我们下期再见 咱们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